大家好,欢迎您来到糖户国际。 我是Janice,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糖和大脑的影响。 啊,糖,不仅我们的身体对它有反应,就连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。 但糖到底如何影响我们的人之能力呢? 首先,糖分可以是快速能量的来源, 引发多巴胺、快感神经地质的激增。 这导致了那种熟悉的糖分冲击,暂时提高了我们的情绪。 但这里有个问题,糖分在身体里上升的速度极快, 下落的速度也同样的快,这被称为糖分崩溃。 这种暴湿糖分的情况可能导致倦怠,情绪不稳定,甚至易怒。 长期高糖分摄入甚至受到审查,因为它可能与抑郁和焦虑有关。 虽然研究仍在进行中,但一些研究表明高糖分饮食与抑郁风险增加之间存在关联。 除了情绪,让我们谈谈认知,过度摄入糖分可能损害记忆和学习能力。 例如,涅齿类动物的研究显示,高糖分饮食可能阻碍大脑功能和心记忆的形成。 主要的负面影响是什么? 过多的糖分可能导致炎症、氧化应激和胰岛素调节不良。 这些都可能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。 值得注意的是,血糖水平波动可能使注意力难以集中,导致思维迟缓的感觉。 因此,尽管您偶尔享用甜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乐趣,但意识到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至关重要。 平衡摄入量并了解糖分在更广泛角色中的作用,可以帮助我们维护不仅健康的身体,还有灵敏和有弹性的头脑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要了解更多关于糖分及其对您的影响的信息,请前往我们频道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